中国的卫星在仁爱礁上方拍了菲律宾的那艘坐滩的马得一山号 发现一些变化 菲律宾正在给船进行补给 仁爱礁撞船事件发生之后 国内智库通过摇杆卫星连续跟踪查看了非法坐滩的马得一山号 发现在今年三月到十月 这七个月时间里边 菲律宾方面似乎在这艘登陆舰的主甲板上 完成了两个简易板房搭建 驻雅士在他的主甲板上搭了两个简易板房 而且正在修建另一个大型建筑 以这个登陆舰为基础正在往高楼搭 建高楼是吧 仔细对比下三月底和十月底的卫星图 你看看非常明显 非常明显 马得一山号的甲板上 多了一个大约是4.3米乘4米大小 一个方形简易板房 你看一个4.3米乘4米 这不就是一个房子吗 还有一个是7米乘6米 一个大型的L型的简易板房 这更大 还有一个大约是18米乘10米的 再建的是 那这个房子就更大了 那今年8月 海外媒体放了这个照片 这个L型的简易板房 已经搭建完成了 由于这个板房边上 一次有用于接收信号的天线 所以可能这个板房 就是一个电报室 或者是配有电视的一个会议室 活动室 他把这个当基地了 咱们之前一直介绍这个 马得一山号 一直补给箭台 菲律宾要补给箭台 那看来补给箭台 目的就是干这个 今年7月的时候呢 也出现过一次 菲律宾人员在甲板上 这个简易板房内 看电视的画面也出现了 由于没有最新的近距离照片 外界现在也没法推断 在8月之后 搭建这个方形简易板房 和现在再建的简易板房建筑 到底干什么用 但是考虑到菲律宾船上 这个驻守人员数量不是很多 而且这些人员配备 亲武器 他这些亲武器 没法对中国海警船只造成威胁 那这两个建筑大概率 应该是仓库 咱们可以猜测就是仓库啊 从这个菲律宾军 那你看他存仓库干什么呢 就是囤一些东西啊 从菲律宾军警部门 目前的这些修缮动作啊 看到呢 外界也可以看到啊 比明确一点 就是中非两国目前在仁爱礁石 这个方向上博弈重点 其实就是运箭台嘛 对吧 菲律宾军警部门出现啊 就是想尽一切办法 将这个钢筋水泥送上马达尼山号 通过加固这艘破船 维持自身在仁爱礁内的非法存在 那中国海警啊 解放军现在使用任务 就是阻止飞方大规模运箭材 确保这艘船自行解体啊 那菲律宾船上的这个人员拿到一些建材 那他非常不易 现在呢 用来建这个板房的就不是啊 在一些补给之中啊 这个少量夹带上的 那就是在这个中非关系不是很紧张的时候啊 他一点点靠这个啊 比普通的渔船给偷运上啊 保存上去 对吧 就这种可能性 所以结合14年 21年 还有今年8月出现的照片 菲律宾方面似乎是在啊 无法大规模运送建材情况下 做出了抉择啊 就是他主要精力放在了主甲板上修缮啊 就是他以前的确实啊 滔滔月存了点货啊 那他看来8月份之后啊 没法再把大规模建材送上去后 怎么办呢 他把这一些啊 存下来的建材干什么 修板房 主甲板区就铺了啊 一个长方形钢板 然后呢 盖住了原有的甲板上的大洞啊 提升一定的承载力 在今年夏季甲板上明显出一个L型的建筑 和一次太能发电的一个装备 现在又增加了更多的板房 那就说 上面啊 现在看呢 菲律宾啊 高层应该是命令他们是 把这些攒啊 攒下来的建材 用于啊 干这板房 从这个之中 咱们也可以猜测 菲律宾军方基本是放弃了啊 他内部的修缮 这你要理解啊 他这个是登陆建 所以他以前是住在下边的 是在下边啊 船舱内的 那现在看船舱内部的修缮 那这些钢筋看来就是 给他拿到甲板上面去啊 修固定的板房 就是内部的修缮不干了啊 因为没有大规模的这个建材 就主要精力放在主甲板上面 加固啊 这个甲板建筑 这个上面的建材 这样的 如果这样的话呢 就说明菲律宾方面认为 马德上内部 应该不适合人居住了 没毛病吧 咱们猜的没错 就是他这个啊 这个下边啊 登陆建的下边啊 甲板主甲板下边内部 内部已经出现问题了 不适合人居住了 人如果在下边 其实如果没有空调啊 你想想这个闷热啊 高炎高湿 反正我一直啊 这个反正我去新加坡啊 尤其夏天的时候 我我反正我就是设身处地想 我说当年要没有空调的时候啊 这帮新加坡人怎么活的啊 包括香港啊 那香港的热的热的程度 我是受不了啊 所以我就在想 就当年你可以想想 没有空调那年代 这帮人是怎么活的呢 反正东北人是真受不了那热 但是我当时就想 这帮人是真不容易啊 也可以想想 为什么那那个地方是啊 这个发配边疆 都发配到那儿啊 确实不好活啊 没有空调年代 他怎么活 你像那个登陆建里边 那个那不就跟那一个大蒸锅一样了 高炎高湿高热啊 那个地方 肉都已经烂了 可以想想啊 你要在那大炉子里边一待是吧 马迪山号内部应该不适合人灾了 没有空调 什么都没有 所以呢 因此可能就要利用甲板上边的空间 至少他们通风啊 给为数不多的驻守人员 现在给他活动区域 现在就在甲板上面 那也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下边快要废了 下边废了啊 另外呢 菲律宾军警部门在舆论宣传之中 给自己的持续向燃亚焦运建材的行动 找一个冠冕堂皇借口 就说这艘破船上的条件非常艰苦啊 菲律宾方面 希望自己 助手的官兵 能够有像样的睡眠 餐饮设施 获得网络等基本 生活保障 主要 他安网啊 据说这个马斯克可能要配合啊 那么这种睡眠 餐饮和网络 那他说要有像样的 那就说明以前是不像样的 那随着甲板上几个简易板房搭建完成 还有这个菲律宾人员相关活动照片传出 那么菲方这些所谓的人道主义目标实现了 那如果菲方啊 就是中方让你送这些板房的建材 但是如果继续你打着这个所谓的改善的旗号 对吧 继续进行啊 物资的运输 而且想要不断的加固船体 比如船舱内部的啊 那这个就是非法的啊 这非法的呢 就会彻底展现出你菲律宾要干什么 不是为了驻守人员了 而是为了你要长期占据啊 这是安装 那就说不去了 那最重要的是 菲律宾方面明目张胆的 那对马得上市进行修缮之后 中国海警部门恐怕也会加强 针对他的补给运输能力的管控了 在原有的特殊安排技术上 可能进一步检查 菲律宾方面运送的水啊 食物物资了 因为咱们从这个板房的信息来看 那确实讲 他送水送食物的船 咱们放行 但是里边是一定是有这些物资的啊 这板房的物资啊 这些建材应该是跟着这些船啊 去的 彻底有可能就断绝 菲律宾方面夹带这个手段 也说需要检查的食物和水的船只 也就是将建材运上船的可能性啊 就是阻止菲律宾继续加固船体的可能性 完全给终止啊 那还有一点就是中国一直没有直接拖走 仁爱礁这艘破船啊 而是在实现了对仁爱礁局势的实际控制之后 加强海上运输的管控 等待破船自行接地 那很大程度上是不想破坏南海之前啊 这种稳定局面啊 比如引发马来西亚越南印尼南海问题的恐慌 给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 可是随着现在务实的外交路线啊 这个杜特尔特现在被排挤 小马克思领导的这一届政府上台以后呢 南海局势再多化 那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虽然在继续进行 但是啊各方都有自己的想法想要破坏啊 我觉得这种关键时刻啊 最新的这张卫星照片啊 这艘破船马来西亚在得到修缮后啊 似乎已经是不会在短期内解体啊 如果短期内解体 他就不会在船舱上面啊 甲板上面建这个办法 那中国应对测试可能也要发生变化 你说他不能解体了 那不能解体怎么办呢 是不是咱们的拖船啊 是不是需要真正的执行任务了 就把拖走啊 我觉得中国应该是考虑拖走了 就等他解体 可能是红年马远 可能是红年马远